社群平臺興起之後 有父母常常分享小孩的影像 記錄成長過程 但是孩子的私生活全揭露 小孩是否被剝削 賺取代言和利潤 也引發關注 今天晚上十點 共識主題之夜 將會播出法國紀錄片 把童年變現 曬小孩的風險 有相關的探討 Jessica是法國排名前五名的網紅 在IG有六百萬追隨者 梁寶媽的她 無時無刻分享孩子的一切 包括患有先天性 食道閉鎖的兒子去就醫 Jessica認為分享生活 是為了賺錢 在社群媒體 賣化妝品和兒童商品 為孩子帶來優渥生活 不是利用孩子在做生意 由於曬娃影片的受眾很廣 有網紅父母 未賺流量 走偏風 有人對嬰兒臉上丟起司 有人不時污衊吼叫小孩 而現實中已虐待孩子多年 完全不設防上傳孩子的影片和照片 可能被有心人利用 荷蘭網路安全專家發現 俄羅斯一個網站有七千五百萬張照片 其中一個分類是孩童 卡蜜的母親從小就在臉書記錄她的童年和青春期 九歲那年走在路上 有人向她道賀成為大人 陌生人知道自己的隱私 導致卡蜜有嚴重的焦慮和妄想 已成年的她從不在社群媒體使用真名 怕未來名字被搜到 會看到媽媽張貼的東西 深受其害的卡蜜 卡蜜在網路上找到盟友 一起運用社群媒體倡導保護子女的隱私權 不是追求自己的知名度 而卡蜜也向華盛頓州議會訴說自己的故事 希望立法保護社群媒體上的兒童 記者林曉惠 沈志明 《真理》報導